再过四天 西蒙政府就执政满一周年 在这之际 由莫迪卡民调中心提出的民调就指出 西蒙政府的支持率下降 作为西蒙成员党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天就强调 政府不认为这一份民调就是最终的成绩单 西蒙将会竭尽全力 至少必须做得比前朝政府更好 让人民相信 选择西蒙是正确的决定 行动党今天在雪兰儿沙阿南IDCC会展中心 举办党员代表会议 林冠英强调 在我国 无论是马来人还是非马来人都存在着不同的焦虑 唯有改善马来西亚的经济 才能确保全体国民共存共荣 进一步打破试图分化种族的言论 而政府也将在执政期间竭尽所能 完成希望宣言内的承诺 林冠英在教后的记者会上指出 在各种族之间无法公平获得国家资源的课题上 尤其是以种族划分的分配政策 都是前朝政府的一物 至于行动党将如何改变现况 林冠英这么回答 今天的行动党代表会议 今天的行动党代表会议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杜斯里安华 和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默沙布也列席 而首相兼土著团结党党魁马哈迪医生 则因为出席医保的活动而缺席 提到中央政府与柔佛王室之间的关系 林冠英认为 这一切都应该交由首相去决定和解决 而行动党将给予充分的信任 马兴社新闻台 叶时尼 采访报道